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体重控制跟正确的节食方法 那首先我们的教学大纲就是要介绍体重控制以及正确的节食 那也会介绍食物的基本分量啊 还有食物跟营养素跟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还有介绍基础代谢率 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要认识并了解体重控制跟正确的节食 那也就是要了解食物的基本分量 了解食物跟营养素还有药物之间的交互作用 并且了解基础代谢率等等 那所谓的食物代换 就是说食物的分类跟分量是依照饮食的指南中 食物的品项很多 那就可以区分做六大类 就是五股根筋类 水果蔬菜 奶类 以及肉鱼 豆蛋 油脂类等六大类食物 那这个营养素呢 它的含量相当的呢 食物呢 我们就把它归作一类 那这个每类的食物 它的基本食用量 我们称为分量 就是一个分量 那同一类的食物 每一个分量 它的营养素含量是相当的 可以互相做替换使用 所以每天的饮食 就是应该要含盖这个六大类食物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先介绍 所谓的高维生素C的水果 就是包括生鲜的水果 以及纯果汁 那还有胡萝卜 像含有高胡萝卜素的水果 像木瓜 芒果 哈密瓜 这一些还有杏 那另外维生素C 比较高的水果 像柑橘类 葡萄柚 芭乐 那含有比较高的茄红素呢 就像番茄 那奶类 我们奶类呢 我们包括像鲜奶 奶粉 薄酒乳 优肉乳 优格 甘若等等 那肉鱼豆蛋类这部分 肉鱼豆 肉鱼豆蛋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可以分作两部分 就是说动物性的食品 包括蛋类 鱼 水产类 海鲜类 以及鸡鸭 鸭鱼 猪 牛羊 肉类 内脏类 血液制品等 那植物性的食品 包括黄豆 豆腐 豆干 豆皮 豆浆等 黄豆加工制品 那油脂类 就包括了动物性的饱和油脂 奶油 牛油 猪油 鸡油 植物性的饱和油脂 包括了椰子油 棕榈油 那单元不饱和紫黄酸 包括橄榄油 高油酸的沙拉油 多元不饱和紫黄酸 包括黄豆油 花生油 芥花油 葵花油等植物的油脂 那坚果类包括了花生腰果 瓜子等 那食物的基本分量 那它的单位 我们以各种饮食的形态 只要搭配得宜 都可以达到营养保健的目的 也可以兼顾各地的饮食文化特色 跟饮食的习惯 所以食物的成分表里面 食物代换表 是膳食设计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们前面就要把这个食物代换表 做一个很基本的介绍 让大家知道食物基本的分量的单位 也就是说简化这些食物 依照热量 比如说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的营养素含量来分群 并且设定每一个群食物的基本分量的单位 称为代换的一个单位 Exchange 那每一个代换单位 Exchange的一个食物重量 那就称为一份 那每一群的食物 每一个代换单位 所提供的热量 营养素相当 不过食物的重量未必相同 那这个就是一个食物代换表 那这个食物代换表呢 是取自卫生署的资料来源 那这个代换表里面 把食物的每一个群 每一份的代换表呢 它的营养素含量都不进一 就是都不同的 因为每一群里面 它的蛋白质脂肪 糖类以及热量都不同 比如说奶类又分作全脂类 低脂类以及脱脂 那我们看到全脂类呢 它的奶类蛋白质含量是8克 然后呢脂肪是8克 糖类呢就是12克 所以这个一份的奶类呢 就是有150克 50卡路里 那低脂的奶类呢 就是低脂这边应该是5克的 5克的脂肪 这边应该是5克的脂肪 那脱脂呢 大概就是可以说是0脂肪 这样子 就是一样蛋白质的重量 都是8克 糖类呢都是12克 它的热量呢脱脂呢 是80卡路里 那至于肉鱼豆蛋的部分呢 如果是属于低脂 那它的脂 就是每一份里面提供7克的蛋白质 3克的脂肪 那热量呢就是提供55卡路里 那肉鱼豆蛋的中脂的部分呢 中油脂的部分呢 是蛋白质含有7克 脂肪是5克 总重量呢是7 总卡路里数呢是75卡 那肉鱼豆蛋的属于是高脂的 这个肉鱼豆蛋呢 它的脂肪每份呢 就是含有10克 10克 那蛋白质是7克 这样子 那主食类呢 每一份蛋白质是2克 那糖类呢是15克 所以提供了70卡路里 每一份的这个主食类 那蔬菜类呢 每一份呢是1克的蛋白质 糖类呢是5克 提供了25卡的热量 那水果类呢 就是糖类呢是15克 那提供的应该是5克的 5克的热量 或者是说5克的热量 所以呢它的热量 5克的糖类 所以提供的是20卡路里 这边要修正一下 那油脂类呢是5 一份的油脂是5克 那提供呢是 这边是45 45个卡路里 这个地方要修正 好 那均衡饮食的设计呢 就是依据均衡饮食的 首先呢 它的设计应该是使用 食物的成分表里面 的食物代换表 以及饮食的营养标准 最常用的标准 称为每日营养素的 建议量的一个 建议摄取量 我们称为RDA Recommended dietary allowance 它是针对性别年龄 以及能量需求 不同的健康人群 建议每日的饮食中 各种必要的 必须的营养素的 一个摄取量 那最新的营养标准 称为膳食营养素的 参考摄取量 叫Dietary Reference Intext 简称为DRIS 那除了建议摄取量之外 还有所谓的足够摄取量 我们简称为AI值 那还有平均摄取量 叫EAR值 还有上限摄取量 叫UL值 那这是不同公用的 一种标准 那平均的需要量 是根据充足的科学资料 而得到的 可以满足健康人群中 半数人所需要的 营养素的量 可以代表特别 特定人群的营养素需要量 可以供给营养的一个研究 或者是制定 营养政策的参考和利用 那建议摄取量里面呢 就是所谓的RDA值 它是根据充足的科学资料 而制定的 可以满足97到98%的 健康人群 每天所需要的营养 营养素的一个量 那这个RDA值呢 就是等于EAR值 加上两个标准差 那就是所谓的足够的一个RDA值 那足够的摄取量 叫简称为AI值 Eliquant Intex 是根据当时的科学性的一个数据不足 没有办法定出RDA的时候 那么就是以健康者实际摄取量的数据来演算而得到的营养素的量 我们称为足够摄取量 那这个上限的摄取量跟这个RDA值跟AI值 都是个人营养素摄取量的一个参考目标 可以用在平量每个人饮食营养充足程度的一个膳食设计 那至于上限摄取量呢 是预防慢性疾病用的一个摄取量的一个上限 我们称为Tolerant Upper Index Intact Level 简称为UL值 那避免过量危害以及保障安全的一个剂量 针对大多数人 不会引发危害的风险的一个营养素的摄取 最高限量 而它的下限值是预防营养缺乏的最低摄取量 一般建议食物的来源 至少应该有蔬菜跟水果 共有两份 其中豆类跟种子坚果类应该有半份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对膳食纤维应该呢 就来自各种食物 那这个是一般的一个建议食物的来源 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建议食物的来源 至少应该要有蔬菜跟水果 共有两份 其中呢 豆类跟种子的坚果类呢 应该有半份 那膳食纤维呢 还应该来自各种食物 那所以呢 一个正确的膳食设计的步骤呢 我们应该是要先算出 个人的理想体重 在意活动量 考量估算个人一日所需要的热量 总热量的分配到 总热量算出来的时候呢 把这个总热量分配于三大热量营养数 比如蛋白质占总热量的15% 糖类是占60% 脂肪占25% 所以呢 就预定每日的奶类的分数 预定每日的蔬菜分数 那就应该要有 深绿色的 黄色的 红色的蔬菜 绿色的蔬菜等等 甚至要预定水果的分数 至少有两份这样子 那也应该包含有 高维生素C含量的水果 那再来我们在第二个步骤里面呢 我们就应该把 总糖量扣除奶类蔬菜水果类 所供应的一个糖类的量以后 再去估算主食的分数 也就是总糖类减掉奶类蔬菜水果类 所供应的分数的这个糖类之后 算出来剩下的 剩下的总糖量呢 在除以15 就是得到主食的分数 那主食的分数呢 再把这个 总蛋白质的分数的量 解扣除了奶类 还有蔬菜类 还有这个主食类的 所含的蛋白质以后 就可以算出剩下的蛋白质量 然后再除以7 就得到估算的肉类的分数 那至于油脂的量呢 就是扣除这些食物供应量的 这个油脂 总量以后呢 就所得到的是 炒菜的用油量 那再将这个食物各得的分数 依个人的饮食习惯 分配在 分配这些六大类食物 在三餐跟点心 那各餐食物的 类别跟分数 可以依个人喜好 食物的搭配 用于各种菜肴上面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 食物营养素 以及药物的一些交互作用 作为介绍 其中呢 我们要把 因为本身呢 食物跟营养素跟药物 是有交互作用的一种现象 那我们把减肥药品呢 也把在这里做一个介绍 因为它的 跟我们的饮食非常有相关 也会影响我们的体重 也问题也是最严重 好 那对于这个减肥的用药 用药里面 我们可以分作 作用于中枢神经的 一种验食剂呢 包括去甲麻黄碱 那就简称为PPA 那目前在国内市场上 是唯一通过卫生署 这个卫生署药证处合可的 可以发售的一个减肥药品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 其他的一个叫做 subtrain amine 这样子的一个减肥药品 那这些呢 都是一种 比如说PPA来讲 这个去甲麻黄碱 它是一种胶感神经兴奋剂 通常治疗一般伤风感冒 以及鼻塞这些疾病的用药 它会影响下四秋的保食中心 会减低食欲 在1982年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的一个正式批准 是食欲的一个抑制剂 一般减肥 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一个减肥 如果是使用药物的话 最好不要连续超过服用12个星期 因为一般推荐用于减肥剂量 比如说每日75毫克 对于食欲的影响是暂时性的 不可以连续服用超过12个星期 因为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刺激作用 跟其他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所以会有这些相互作用 所以应该在使用前 应该要好好的请教医生 那对于作用在中枢神经的厌食剂 就是像安非他命类的一个 交感神经兴奋剂 由于它很容易上瘾 而且容易造成耐受性 以及戒断的一个症状 所以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依赖 跟药物的滥用 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妄想型的精神分裂症 所以在许多国家 包括台湾 早已都已经是禁止使用了 像芬佛拉明 它是血清脏力素的一个触动剂 也是一个禁用药品 它是一种结构式的 类似安非他命的一个药品 由于它副作用大 安全性低 卫生署在民国70年起 就已经公告禁用的一个药物 那如果流通到市面上 包装的药品 如果是Pantarex 就应该在贩售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直接到 卫生署药证 药品主去做检举 那产热性的药物 像甲状腺素 甲状腺素是人体内重要的荷尔蒙之一 可以提升基础代谢率 而消耗能量 但是临床适应 应该要很谨慎的使用 而且只能限于用于 甲状腺功能低下的病人 甲状腺素过量的使用的时候 不仅会有失明 而且失眠 心剂 手抖动 以及腹泻这样的症状 还可以又 可能会又花高血压 心率不整 甚至会有冠状动脉的疾病 那另外产热的药物 还有麻黄素 因为麻黄素 有部分中枢神经食欲抑制的作用之外 还有产热的一个作用 它能够消耗热量 麻黄素很便宜 常跟咖啡因合并 用于减肥茶或者是减肥食品 可能呢 会有一些心剂 头痛啊 或者是失明 头晕 以及血压上升 这样的一个副作用 那另外还有一些利尿剂 它虽然不属于减肥药的一个范围 但是市面上实在有太多的滥用者 因为一般正常人人体内有70% 是由水分所组成的 所以呢 用了利尿剂就是一种快速的脱水 也就成为减轻体重最迅速的方法 那另外还有肠胃道的一些药物 像纤维素 纤维素用于减肥的原理是因为 它不被消化 亦所分解 能够减少其他营养素的吸收 而且纤维类的 纤维类的这些食物 含有纤维类食物很多的食物呢 它会在肠胃中吸水膨胀 产生的饱足感 间接的降低其他食物的摄取 那一些天然的高鲜食品 像蔬菜呀 燕麦呀 海藻啊 蒟蒻啊 这些食品 有些纤维类的食品 会影响到肠内的续菌作用 而产生肠胀 肠胀以及肠鸣这样的现象 所以应该要减少用量 那情况严重的时候 在美国曾经因过 因为大量的服用纤维素 而引起的肠道阻塞 而导致肠道阻塞而死亡的病例 那另外还有一些泄剂 泄剂绝对不能当作减肥药用 因为呢 长期服用了这个泄剂 除了对肠胃道呢 有脏力会产生莫大的影响之外 除了会造成腹痛 呕吐腹泻以外 严重的还会造成脱水 以及电解质的不平衡现象 很容易伤害身体 那暴食者 有些暴饮暴食的呢 为了要控制体重的目的 采用了泄剂 那另外还有一些双寡光类的药物 它能够减少肠胃道的吸收 降低肝脏对于糖分的释出 以及增加周边组织对于糖分的利用 那如果有反胃以及肠胃刺激作用 也可以因此而降低食欲 但是它的安全性 仍是需要再评估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体重控制跟正确的减肥方法 那也就是说正确的减食减肥饮食的方法 好那随着肥胖人口的增加 那肥胖所带来的这个健康问题 就受到的相当大的一个关注 肥胖所带来的并发症 已经大家都已经认识了 比如说有高血压 糖尿病 中风 退化性关节炎 乳癌 大肠癌 或者是子宫糯 内膜 内膜癌等都跟肥胖有相关 那也就是最近的研究更发现 青春期的肥胖还会增加停经 以前的罹患乳癌的一个机会 青春期体重过重除了会增加软巢癌的机会之外 也会引起女性的内分泌的混乱 造成所谓的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 导致月经的混乱 体型的男性化 多毛以及长了很多的青春痘的这种症状 那对于体重这边的控制方法 首先我们就要认识身体质量指数 叫做body mass index 简称为bmi值 它计算的方式就是体重 体重以公斤 以公斤除以身高 是以米为单位的平方 就是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的米平方 就是所谓的bmi值 这个bmi值呢 如果是在落在18.5到24之间就称为理想体重 就应该继续的维持这个理想体重 那如果这个bmi值小于18.5就称为体重过轻 那如果bmi值是24到27 我们就称为体重过重 那如果bmi值大于27 就是称为肥胖 那身体质量指数的范围 我们就是以这样的范围来说 也就是正常范围bmi值是应该借在18.5到24之间 那如果是在24到27之间 我们称为过重 体重过重 那轻度肥胖呢 就是大于27 但是小于30之间 我们称为bmi值在27到30之间 我们称为轻度肥胖 中度肥胖呢 是在30到35之间称为中度肥胖 那过重度的肥胖呢 是bmi值大于35以上 称为重度肥胖 那标准的体重 就是在理想体重 不管是大于或者是小于 理想体重在10%之内的呢 我们都称为标准体重 那大于10%到20%以上呢 称为过重 那在20到30%体 理想体重大于20到30%以上呢 我们称为肥胖 也就是理想体重 就是体重大于理想体重 20到20到30%之间 我们就称为肥胖 那过轻的体重呢 就是体重是小于10% 小于10% 小于10% 在10%跟20%之间 这边应该是体重小于 小于理想体重 那瘦 那瘦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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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体重小于理想体重 20到30%之间 称为瘦弱 所以这两个是小于的 小于20到30%之间 我们称为瘦弱 那如果是小于10到20之间 我们称为过轻 这边是要小于 那体重超过理想体重的范围 就应该请教营养师 设计符合个人需要的减重饮食计划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基础代谢率 依据基础代谢率 就简称为BMR值 叫做Basometabolic Rate 是表示人体于今时一夜之后 处于休息的状态 维持人体内部基本活动 所需要的热量 我们称为BMR 那是占总热量的60到7%左右 就是说 这个为了维持我们人体内部 基本活动所需要的热量 它大概就是占了总热量的60到70% 那为了人体化学缓硬的一个总和 可以由人体消化氧的量 来计算人体所需的热量 那人体BMR 所受到这个受肌肉群都多的时候 或者是正处于生长期 或者是疾病发烧 气温高的时候 体温高的时候 身体活动量大的时候 不安的紧张状态 焦虑的情况 它的BMR都会变大 也就是消耗氧多 那么它就会需要很高的BMR值 它的BMR值就会变高 那总热量呢 就是BMR值加上摄取的生热效率 再加上活动量 也就是BMR值是占了60%到70% 那摄取生热效率呢 大概就是占10% 那总活动量呢 大概就是占了20% 那就看你的活动量咯 那总加起来就叫做总热量 人体的总热量需求 那肥胖的因素 肥胖的因素包括了基因的因素 活动量的因素 摄取热量大于需要量 或者是生活习惯 生理因素 比如说甲状性过低 或者是生长激素 以及男生女生 荷尔蒙的内分泌不协调 还有一些心理因素 都是我们所谓的肥胖因素 那肥胖因为会有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很容易得到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症 高胆固醇 痛风 中风 以及癌症 减肥的方法 有减肥餐 进食 增加活动量 降低食欲 减肥药物 还有外科手术 切除肠胃道 以及特殊 衣服的束缚 这些都是一个减肥的方法 那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一种正确的饮食方法来减肥 那因为理想的减重方式呢 就是做一个适当的饮食控制 应该是请营养师帮你设计一套饮食的计划 最好的减肥方法为均衡的饮食法 每天降低500カロリ 食物总热量的分配 最好是糖类50到60% 蛋白质占15到20% 脂肪呢 占25到30% 那每星期降低0.5公斤 建议以良好的生活习惯 建立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并且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每星期至少维持两次 每次运动量持续30分钟 而且心跳最好可以提高到130下 那减轻压力 而且要用放松心情 不要把食物当作发泄情绪 而且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时定量 细嚼慢咽 多吃蔬菜水果 增加饱腹感 增加正常的社交活动 满足自我的要求 最好能够跟家人共同执行减肥的计划 好 那减重呢 就不要太快速 每天减少500大卡 那减重呢 不要太速 太快速呢 因为每天减少500大卡的热量 的摄取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用增加500大卡的热量消耗也可以 那这样就不会影响到你的本来的食物设计的这个量 那每周呢 就可以减轻了0.5公斤的体重 那每天以三餐为主 平均的分配 不可以偏重任何一餐 而且尽量不要吃点心 零食 改变进餐的程序 比如说 先喝汤 喝完汤之后 再吃蔬菜水果 最后小口小口的 慢慢的吃肉类跟饭 应该要在进餐的时候 要用定时定量 细嚼慢咽 而且要很专心的吃东西 千万不可以一边看电视 一边吃东西 因为这样就会不知不觉 吃进很多东西 而且应该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尽量少吃任何的零食 甜啊 腻啊 这样的食物 好像油炸油煎油酥的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尽量的少吃 而且含有脂肪极高的坚果类 也要少吃像花生 瓜子 腰果 松子 核桃 要尽量的少吃 那尽量的少喝酒 如果在两餐之间感到很饥饿的时候 那就可以吃一份新鲜蜜 country 那就可以吃一份新鲜的水果 或者新鲜 新鲜一些蔬菜 沙拉 降低饥饿感 喷调的时候 应该多利用 蒸 煮 炖 烤 凉拌 这些烹调的方式 不必加油的烹调方式比较恰当 家里呢尽量不要留存零食 不要养成吃零食的习惯 那适当的运动 运动的好处就是可以加速的消耗摄取的食物的一个热量 可以增加代谢的速率 可以加速消耗体内堆积的脂肪 可以使得肌肉达到充分的运用 以及增加心肺的功能 选择一些像活动全身肌肉的有氧运动 像是散步 漫步慢跑 打网球 游泳 这些全身运动活动 可以活动全身肌肉的有氧运动 那平常呢 也可以增加一些运动量的机会 比如说选择步行 取代乘车到达目的地 尽量扫乘电梯 以爬楼梯的方式来上下楼梯 低热量的均衡饮食 加上适当的运动 因为正确的体重控制方法就是用这种低热量的均衡饮食跟适当的运动 可以请教专业的医生 可以请教专业的医生或者是营养师进行完善的体重控制的计划 如果使用药物的减肥 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诊断以及处方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例题一就是何谓基础代谢率 一般我们说基础代谢率就是睡了一觉起来 还没有进食的情况下 它所可以维持最基本的身体活动的一个生理代谢的一个需要的一个热量 我们就称为基础代谢率 那例题二就是膳食设计的步骤有哪些 膳食设计的步骤首先要把我们个人的理想体重计算出来 依据我们的理想体重 算出我们的活动量所需要 每公斤体重所需要的一个热量 比如说60公斤的人 那么他是中度的活动 就每公斤体重就乘以30 那就得到1800卡路里 那这个1800卡路里 就是他每天所需要的一个热量 每天所需要的热量分配到三大类热量的营养素 蛋白质脂肪、脂肪肥肋、糖类 我们就把这个蛋白质的量扣除 那我们应该先要把这个糖类的量算出来 算出了糖类的量之后扣除了主食的量 把这个奶类跟蔬菜的这个糖类扣除以后 就会得到了一个糖类 那剩下的糖类除以15呢 就是主食的分数 那主食的分数呢 就是它呢就会每一份呢有两克的蛋白质 那在两克的蛋白质乘以分数 就是它蛋白质消耗掉的量 那奶类跟主食类的蛋白质减掉之后 那总蛋白质的量就剩下的就是肉类 肉鱼豆 肉鱼豆蛋的量 的那个分数的量 那分数的量得到了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吃多少的肉类跟肉类跟肉鱼豆 肉鱼豆蛋的分数就出来了 那再把它们的油脂 说蘸的油脂 奶类的油脂跟肉鱼豆蛋的油脂 减掉 就是总油脂减掉这个鱼 肉鱼豆蛋跟奶类的油脂 剩下来的就是喷条所用的油脂 那这个就是我们膳食的步骤的部分 我们把食物代饭表的分数都算出来 就铺陈到六大类食物里面上去 再依据个人的嗜好 就是三餐比例 看是你喜欢吃哪样的食物 再分配到三餐 那这三餐呢 就可以依据你个人的需要量 以食物代换表来做搭配 那你在利用这些食物代换表的分数得到之后呢 再以你想吃的食物的量就会出来 那你就可以设计它的食谱 这个就是一个基本食物膳食设计的步骤 那接下来我们要立体三呢 就是要介绍肥胖的因素 肥胖的因素首先就是有遗传的 有遗传的因素 饮食过量 也就是说你摄取的热量大于 input大于output 就是说你摄取的量 摄取的热量需求 大于这个活动量的需求 就是总热量的需求 那么我们就会把多余的肥胖 转变成脂肪了 所以呢 就是会有基因的因素 饮食的因素 肥胖的因素 肥胖的因素就是这一些 还有就是可能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还有内分泌的 内分泌的也会影响 活动量呢 运动量啊 内分泌啊 基因啊 饮食啊 还有心理啊 生理上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都会导致肥胖 所以这些因素是很复杂的 形成肥胖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因素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例题是介绍何谓BMI值 那BMI值叫做 Body Mass Index 就是说理想体重呢 是要BMI值就是每身体的重量 公斤数除以身高 身高的米平方 就得到了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 如果是落在18.5到24的区域间呢 我们就称为理想体重 那如果小于18.5以下 就称为过瘦了 就是 就不是理想体重 那如果是大于27 或是甚至于大于30 BMI值 大于27以上 24以上就过重 然后呢 大于27以上就肥胖了 然后再大于30 就是肥胖了 好 那我们总结 我们今天 就是我们做个总结跟回顾 我们今天的课程已经了解 体重的控制 以及正确结实的方法 也了解食物的基本分量 甚至于我们了解了食物 以及营养素药物 尤其是减肥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甚至于了解基础代谢率等等 以及减肥正确的减肥方法 那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 那以上我们就已经把这些都清楚的介绍过了